台风苏拉已经对广东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今天我看新闻 都是关于在深圳 在广东地方造成一些威胁的新闻 而近期台风海魁也改变了它的路线 已经不是从福建沿海登陆的概念 可能会穿过台湾岛之后 同样在广东登陆 广东这一次可是遭罪了 连续两个由东向西的台风扑过来 有人是不信台风的压力 这个威力要执意出门 结果门都推不开 邦当就被风给吹回来了 而在深圳今天发生一场唏嘘的车祸 是台风把树给吹倒了 然后树砸 砸向一个行驶当中小汽车 司机当场远命 而两位女乘客受了伤 很多网友在评论当中说 这是网约车的事故 那网约车在台风天就不要跑了 这个乘客也不应该打这样的生意 不要让人家冒险为你付出 上海虽然在台风的影响下不是那么厉害 但是也仍然要当心 尤其是有风险预警的时候 不要乱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